这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这里90%以上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 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在地下产积着岩石 地上的山脉重拦迭障 山高古山 如果说重庆是四地摩都 那这里就是八地现场 这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贵州 但当我来到安顺 我好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它被称为基建狂谱的乐园 这是正在建设的花江峡谷特大桥 垂直高度625米 建成后将居世界第一 会再次刷新世界桥梁高度 这里是全国唯一可以掉头的高速路段 掉头扎道设计 像是给竖琴般的大桥 配了一把U型琵琶 这段网坡高速 让全国很多司机 体验高速公路掉头的感觉 世界高桥前100名 有51座都在贵州 贵州在卡茨特高原上 架起两万余座桥梁 由于集结了太多行业第一 世界第一 贵州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 这是世界第一高桥 位于六盘水市 北盘江大桥 在桥上行驶 仿佛飘移在林端 难以想象 这片难度极高的路桥工程 最高挑战赛场 在2001年 才开通第一条高速公路 15年间 贵州已率先在西部省份中 实现现线通高速 85岁的齐包勇 经历了几十年安顺的路桥变迁 过去生病时 包一些草药去解决 未能及时治疗 曾给他留下过终身的影响 如今大桥修建 从家门口 就可以轻松到达镇上的诊所 几个小时 就可以抵达城市三角医院 现代交通的安全感 就这样 在他们生活假期支撑 是之前没有修路路之后 走到学校大概一个多小时 现在修好路了 就十几分钟就到学校 在贵州这么复杂的地理条件下 怎样建成了这么多功能强大 又造型炫酷的路桥 修这个高速路难度很大 往上修路易水打下 咱们贵州修这些桥 还有这些路线 比如说身外 一高月完成 可能没有 差不多两个月才能完成 因为它比较难 又比较危险 路桥不仅让当地的人们走出去 还吸引来了各方游客 迎接八方来客的 不仅有知名的黄古树瀑布 还有安顺乡村里的土特产 大山里不为人知的地方风物 既有神奇的交通 走向了全国人民的菜场 不需要每一座桥都举世闻名 这些拔地而起的非凡之路 连接着山里的期待 连接着山外的好奇 神奇的中国基建 让每一个大山里的日子 闪闪发光 让深爱着家乡的人们 更加充满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